张浩有一位蛋农过去曾经是珠宝大盘商 但是他决定回乡 接下了爸爸的机场 同时他也发挥过去做珠宝商的精神 认为说鸡蛋也能够当成珠宝一样来行销 因此特别研发出了彩色鸡蛋 而这彩色鸡蛋其实充满了话题 就像宝石一样身价不凡 老板我要买鸡蛋 来 这个鸡蛋买你啊 这个 对啊 老板你真笑耶 你给我这些人家画过的鸡蛋干嘛 我要买鸡蛋 这是我们家的鸡就是生这个蛋的 怎么可能我不相信 真的啦 老板 复活节早就过了 我不是三岁小孩 鸡蛋不是白色就是褐色 怎么会有彩色的 来 我不告诉你 这鸡蛋是一样的地方 来 看一个彩色蛋 它肚子下面都是蛋啊 你看 真的耶 这是个颜色 那个颜色 你们家是不是天空蓝的 这是蓝色啊 天空啊 对啊 不是白色啊 天空色啊 这是橄榄绿 早上是最会生蛋的时间 差不多8点多到11点多 到12点 这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啦 都是彩色的喔 对 各位观众请相信你的眼睛 蔡老板他真的没有唬人 他的鸡蛋有紫罗蓝 有粉色 绿色 咖啡色 还有蓝色耶 其实多种的颜色都是纯天然 不是人工化上去 男生下彩色鸡蛋 老板想必有养鸡的特殊配包 果真在鸡丝料理 被我发现暗藏玄机 老板 你今天中午要请我吃洋葱炒蛋喔 不啦 这都是鸡要吃的啦 鸡要吃的 对啦 鸡要吃的啦 吃洋葱 对啦 那这样才不会感冒啊 洋葱跟辣椒 对啊 很重的 对啦 他吃了一堆呼吸道才会很好 我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他是食品级的 人吃的很辣椒 那你好厉害喔 快点 喝水喝水 你真的很厉害喔 可以吃辣椒 够辣喔 太辣了啦 你难道我眼睛都飘泪出来了 老板给鸡吃这么辣的辣椒 这没有在开玩笑的啦 我已经很会吃辣 没想到这边的鸡更厉害 辣椒 洋葱 加上老板特制的饲料 都是他们必吃的超级补品 来 小朋友吃饭了 用跑的 快点 这个辣椒就是这样子 辣椒就直接这样 放这样他都会吃了 那洋葱呢 洋葱我们把它放旁边 这个也是单点的 这是一般我们用那个 那个南美洲阿罗卡罗那边的鸡 它的鸡罐就是一个点而已 这是我们另外的 这一般都是生那个天空蓝的 菜归灰的牧场里 鸡的品种就有一百多种 鸡会生下彩色的蛋 其实跟饲料无关 是靠鸡种的交配 特定品种的鸡才会生下彩色蛋 那一般用A跟B的杂交 这个是一般人比较听得懂 实际上它是血液效素的转换 能够让那个蛋的颜色改变 我希望它也是像宝宝一样照顾它们 而不是把它当成动物 蔡老板养鸡不过15年 就有说不完的养鸡哲学 过去它是珠宝的大盘商 回乡接下了老爸的鸡场 看惯了绚丽的珠宝 面对单色的鸡蛋 越看越不满意 激发它想要创新 一般我们就看到 只要人家白色的蛋 都是今天几块就几块 你要多卖一块多卖五块 那根本是没办法 所以想说 是不是可以有第三个颜色 第四个颜色 第五个颜色出来 那这个颜色 当人家看到的时候 它就知道说 就不会认为说 这是跟白蛋的价格一样 我老菜卖蛋 不能自卖自夸嘛 你看一下我们的蛋 有没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蔡老板你口气这么大 竟然要我用牙签 来测试蛋黄的品质 到现在我已经插了五支 它都没有过 它不会破 只是有风在吹就倒下去了 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吗 它已经蛋黄流出来了 对 白色的蛋黄 好像比较不坚固 它密度不够 彩蛋的蛋黄 被牙签擦成了刺猬都还没破 不只如此 外围还多了一层水氧蛋白 难怪身价比一般的白蛋 高出了四倍 客人还是专程来买 彩色蛋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还蛮Q的吧 蛮好吃的吧 所以我都会经常来买 除了卖彩蛋 蛋黄中富含软磷脂 蔡龟会开发成了保养品和副手霜 只是过程不简单 提炼蛋油超费工 蛋黄这样高温过 它才会出油 蛋油对老人吃在这 对曲斑美白 非常有效 老板这要打多久 两两多小时 两多小时 小姐那你慢慢用 那我走了再见 你不能走啊 不能停啊 不能上厕所 我想上厕所嘛 那就没办法了 要继续一直炒一直炒 它才不会坏掉 200克的鸡蛋 只能炼出一斤的蛋油 成为保养品最重要的滋润成分 完滑了 润润的 还不错啊 完全都没有蛋味 对啊 还蛮压抑的 除了吃的差的 鸡蛋还能当装置艺术变成收藏品 这是东亚的化石 化石把它做成这么漂亮的一个鸡蛋 它就很可爱 它可以收藏 可以赠宰 对 就不一样了 对 那这个鸡蛋是日本人最喜欢的 做成鸡蛋 以前我做珠宝的时候 现在把这个珠宝就变成鸡蛋 因为我希望 既然做珠宝 为什么珠宝不能把它做成蛋来做收藏呢 当初为了彩色蛋 蔡老板曾经散尽千万的家产 花了九年才研发成功 现在日产彩蛋八千颗 独家的技术吸引了各国来取经 她用彩蛋打造的文创事业 独一无二 话题性十足